那罪业它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忏悔业障 在修行上 它是有不同的显现的 比如说打个比方 就像我们看这个图一样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罪业 虽然不大 但是时间比较长 就像一个人 他得了一个慢性病一样 或者是长期欠债一样 或者长期公司经营不善一样 这是一种 这个罪业就是来的时间短 可能忽然来了一个罪业 是吧 忽然来了一个罪业 一个工人不小心一下 把仓库点着了 或者你的手机一下忽然丢了 或者你哪一天忽然被开除了 这不可能是一个罪业 那这也是一种罪业 时间非常长 得了你某种慢性病 或者跟某个人纠缠在一起 遇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上级 天天压制你打击你 这是一种罪业 还有一种罪业可能是货业 货业 忽然有个灾难就降临了 但是呢 忽然你那开这个车就被人追尾了 这都有可能 那这也比较深的大的一个 这个罪业 那这些罪业呀 都对应着你 过去式的一个行为 他过去式的一个行为 对应着他 他那也有个过去的一个行为 对应着他 对应着他 这一个行为 这个也有个过去的一个行为 对应着他 这个呢 可能是对应着你的 现在的一个行为 现在某个时间你做了一个事情 这是 现在这是过去 这是过去 这是现在 这个行为呢 也可能是你现在的行为 和过去行为的一个符合体 过去也做了某个事 你现在也做了某个事造成的 那就说呢 那就他的音呢 是比较复杂 音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音呢 我们谁都看不到 谁都看不到 但是呢 展现出来 这些 这些这个 这个业力啊 我们能够体会到 那怎么办呢 那修行呗 那就忏悔啊 忏悔可以消除这些罪业 的显现的 罪业的显现的 那比如说 哎呀 我经济 我忏悔的 非常好 我忏悔到这儿 哎到这儿了 哎这样的 你看这个罪业 就不显现了 啊 这个罪业也不显现了 啊 那这个显不显现 也显现 这个显不显现呢 啊 也会这个 显现出来 这也会显现出来 啊 也会显现出来 啊 那比如说 你修行不经济 啊 在这 只是忏悔到这儿 那你原来有的业力啊 你还会忏悔 但是呢 可能有个变化 可能有个变化 啊 我就说 你看啊 你你忏悔啊 你你修行忏悔 哎 你这个病啊 一天一天好 到这儿好了 哎 就可以好了 是吧 啊 这儿呢 你还有福报呢 啊 就增加了 啊 如果呢 在这儿的话 啊 忽然出现一个事情 你虽然忏悔了 但是他虽然想象的 没有那么重 他还会想象出来 显现出来 啊 显现出来 比如这儿也是啊 你比如说你指 你的忏悔力 只到这儿的话 啊 他有一个什么意思啊 这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比较 你比较长的 这种这个罪业 啊 就是你一开始就有病 其实你修行忏悔 他会逐渐好 逐渐好的一个过程 哎 你能够看到他的变化 但是突如其来 这个罪业 你看不到什么变化 那你看不到什么变化 啊 就说哎 我这个都忏悔了 挺好了 我怎么这倒霉的事 我还会遇到 啊 因为你那种 倒霉的事情 可能如果你不忏悔 不修行 可能他更严重了 啊 只是啊 啊 他不像那个慢性病一样 他很快 你对我变化 他没有变化 要么出现 要么不出现 要么是大事 要么是小事 只不过这个忏悔啊 要大呀 变小 啊 啊 如果我们忏悔力量 你想想 如果你的都能忏悔的力量 很有事儿啊 比如说这个 如果你参悔力达到这个境界 达个比方 达到这个境界了 哎 那这个事情还会出现的 就会出现小了 但问题是你 你大小 你没法对比 你不像有病啊 你前一个月 你都不能走路下床 再过几天呢 你能走路下床 再过几天你能跑了 你的罪业啊 长期的这个罪业啊 他呢 有个对比 他比较猛烈那种货业啊 那种货业啊 他往往没有对比 要么出现 要么不出现 所以说有时候啊 说最好的修行 最好的福报叫 平安无事 说你修到平安无事 是最高境界啊 就是一个人想求平安 其实最难求 好多大德都说 哎呀 你求点什么事啊 你有什么罪业 我帮你消消 这容易啊 求平安 哎呀 这挺难 你不知道你钱 是什么样的业力啊 你如果慢性病 还有个对比 那你有个货业呢 是吧 你钱是看着一个 这个小动物 一脚就给它踩死了 那这个业力显现了 那可能对你来讲 也是个猛烈的业 他不会说 给你放个慢动作 我慢慢踩你啊 让你知道我要踩你了 佛来了之后 这个你一忏悔 他就不踩你了 可能 那个阳台上落下那一盆花 那就是那个小动物 投生的人 他扔下来 你看似是天 天灾 天灾啊 其实都是人活 那就可能 从阳台上扔 扔东西 砸人 砸的那人 就是你钱是 踩死的 那个小动物 他是忽然出现的 而你通过忏悔之后 他可能就砸你的青了 可能是在梦中 你就被砸一下 但是他不是说不出现 不是说不出现 这个没法对比 没法对比啊 就有一定的问题啊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表 你比如说这个短耳厉的这个罪业啊 他呢 没法对比啊 因为呢 比如说这个短耳厉的这个罪业啊 他可能是不显现了啊 不显现了 没法对比 你还真不知道 你那些供养福报啊 你个忏悔有没有用 因为那个罪业可以消除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在梦中显现了 梦中显现了 在梦中 你被一个人打了一顿 被一个人追杀 结果一念准提法 准提咒 他不来追杀你了 可能梦中显现 现实中就不出现 还有一种呢 是清线 清线 众业啊 轻报 这是短耳厉的这个罪业啊 那这些罪业啊 就是他显现了你 他却显现了 他没法这个做对比啊 所以说全靠信息 你相信啊 这是佛的力量 让他变美了 你相信这一年 没有什么好的感应 但是没有坏事 那就说平安无事啊 这是最难的佛法 最大的加持 就让你没什么感受 没什么感受啊 第一个是 没有感受 自信 全不消除 有的是清线啊 就猛烈的业啊 其实不太好 不太好对比啊 所以说全靠我们 真的相信因果 相信因果 出现的事 相信因果要接纳他 相信自己的修行啊 忏悔啊 是功不堂倦的 这是这个 有这样的这个 短小的 这个短 时间短出现的快的 力的这个业障 怎么可能这事 你不太好 你不太好